白带黄绿色是什么炎症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 谭洪伟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妇科主人医师 引导的炎症分各种各样的 白带增多 万因骚痒 然后往里出现肚子疼等等 当然白带是各径不同的 比如说出现了黄绿色的这种 而且是片状的这种 那就非常典型的 它就使出一个眉绝心引导炎 眉绝心引导炎呢 也是一个很常规 很常见的一个引导炎症 它来了以后 对我们广大女性造成很大的困扰 上班上不好 下边搔痒男人 然后往里好 而且这个病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初始治疗 如果治疗不好的话 它就后面非常容易的复发 可能治疗了一周两周 好了没事了 结果呢 下次来一次月经 或者是其他 比如洗个澡 或者其他的一窝泳 又开始犯了 因为念珠菌呢 在阴道里边 它是自然存在的一个菌 那么这个菌呢 在正常的一个环境中 那么阴道是一个酸性环境 对它有这么抑制作用 一旦阴道的酸性环境 遭到了破坏 那这个时候 念珠菌就开始生长 那这个时候就导致了疾病 那么最大的特点就是 白带增多 称黄色绿色 而且是片状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要及时就诊 及时做治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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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